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热烈不是青春,而是我们 黄渤王一波新电影《热烈》开机引爆话题 沉寂许久的电影市场 因一部电影官宣而久久不欢喜 节目并放入电影中 为观众讲述一个追逐笑话的梦想故事 但困难和困难 黄渤一直是一个敢于追梦的演员 王一波跟嘻哈的关系就不用说了 不仅适合他演《追梦》少年陈硕 而且给人一种现实的联想喜剧是大鹏喜欢的 喜剧和演员是黄渤喜欢的 嘻哈和表演是王一波喜欢的 这样的组合不看都很难不出门 王一波一年官宣四部电影能有这样的成绩 除了心底最真诚的对于表演的热烈 谁能想到三年之前 他还是个没有工作超过八个月的小透明 王一波从走红以来以敬业的态度 与广结善缘的职业品德认真对待每个组 认真抓住每一次机会实现资源转化 今年以来更是埋头电影剧组减少曝光 是个沉得住气的男孩 他一步步拿到更好的角色合作更好的班底 是这个年轻人努力的回报 也期待他的丰富存货陆续上映时能收获作为演员的认可